我的岳父快不行了,他今年才67岁,得了食道癌,吃东西只能吃流食,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,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。 得了这个病,就是硬熬,熬到油镜灯窟,熬到咽下最后一口气,人就没了。 岳父自从得病卧床丧失劳动能力后,就一直在我家养着。 岳父其实还有个儿子,但是我这个小舅子做事不地道,对亲爹也不孝顺,由于照顾得不周到,岳父身上都长了褥窗。 我看着不忍心,就主动接到我家里来。 岳父是个男人,一些擦洗身体端屎端尿地活我妻子干也不合适,都是我做。 我精心地照顾他,给他洗澡洗头剪指甲,把好吃的打成糊喂到他嘴里,在我的精心照顾下,岳父的脸色红润了许多。 然而在精心地照料,也抵不过病魔的折磨,岳父还是油尽灯枯,眼看着就要咽气,他直直地望着东边的方向,说不出话,直大颗大颗地掉眼泪。 妻子说,落叶归根,爸这是想回家呢?我们连夜把岳父送了回去。 小舅子骂骂咧咧地来开门,大晚上地敲门,报丧啊,小舅子名叫李根生,今年整三跟我妻子整整差十二岁,使岳父时岳母的老来子浇灌得厉害。 我也不跟他计较,把岳父抱进去安顿好,声音有些哽咽,根生,爸快不行了,估计熬不过今晚了。 小舅子眼皮都不抬,那就死在你家呗,还连夜抬过来,不耽误我睡觉啊,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,索性不理他。 岳父干涸的嘴唇如动几下,似乎在说什么,我忙把耳朵凑上去。 只听见岳父气若油丝的声音,我想吃红烧,猪肉我忙点头,爸,您说想吃红烧肉,我现在就去给您做。 岳父缓缓地摇摇头,要,李佳吉,那家的,我一愣,李佳吉是有一家以红烧肉出名的馆子, 可离这里来回两个小时的车程,再说,大晚上的人家饭馆也不营业,这咋买,小舅子不耐烦地翻个白眼,临死了还这么麻烦,谁爱去买谁去买我去睡觉了。 死了再叫我,岳父痛苦地闭上眼睛,看不到眼底的情绪,唯有两行灼泪暴露了他心底的难过。 我看着也不好受,晚上就晚上,老人家就这一个心愿,怎么也要吧,满足,我连夜去了李佳吉,把人家饭馆从睡梦中叫起来,给人家解释老爷子林了,就想吃口猪肉。 大厨一听,也不骂我了,认真地给做了一份红烧肉。 我怕肉会凉,把饭盒揣进怀里保温,又心急如焚地赶了回去。 万幸,岳父等到了,我忙把红烧肉喂进岳父嘴里,爸,肉来了,您放心吃。 肥而不腻的红烧肉,晶莹剔透,颤颤巍巍,香气扑鼻,岳父满意地笑了。 临终前,他给了我一样东西,万万没有想到,这个东西对我会有这么大的帮助,甚至改变了我的一生,岳父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红烧肉,他没有遗憾地走了。 临终前,他悄悄地塞给我一样东西,并说,收好,别叫,他,知道这个他指的是小舅子李根生。 我心中疑惑,有什么是能给女婿反而不给儿子的呢? 然而下一秒,岳父就永远闭上了眼睛,巨大的哀伤席卷心头,我瞬间把这个疑问抛之脑后。 在岳父的葬礼上,亲朋好友看到那盒没有吃完的红烧肉,都惊讶不已。 小舅子大言不惭地说, 哎,我爸临走前想吃红烧肉,我连夜去李嘉吉买的,亲朋好友交口称赞小舅子是个孝子。 有个亲戚还说,李嘉吉做的红烧肉还没你爸做得好吃,他做的红烧肉不知有什么秘方, 那是一觉,妻子听见小舅子抢功劳的话,刚想争辩,我拉住他,摇摇头,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 忙完岳父的葬礼,我才想起了他临终前给我的东西。 我把它拿出来,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小盒子,打开一看,我顿时愣了。 片刻后,我把小盒子抱在胸前,泪如雨下,情不自禁地哭喊着, 爸,可怜天下父母心,临终前,岳父是真的把我当儿子看待了,这么珍贵的东西,他没有传给儿子,而是给了我。 我靠着岳父临终前留给我的东西,开了一家饭馆,专卖红烧肉。 我家的红烧肉味道堪称一绝,很快就打响了名气,生意好的不得了,食客们每天都排着队来买。 很快,我就开启了分店,后来又做起了加盟店,全国加盟的店家有上百家,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,踏入了千万富翁的行列。 这一切,都是岳父临终前给我的东西带来的清明节,我虔诚又恭敬地给岳父扫墓,我真心地感谢他。 这时,小舅子突然冒出来,他揪着我的衣领,满脸怒气,老头子临终前给了你什么,交出来,那是我们李家的东西,我的保镖反应过来,一下子把小舅子扔到一边。 小舅子趴在地上,问狠狠地瞪着我,你现在的钱都是靠我们家的东西挣来的,本来该属于我。 我看着他执迷不悟的样子,摇摇头,爸本来是准备留给你的,可你把他推出去了。 没错,岳父临终前说想吃红烧猪肉,就是对他的考验。 可小舅子连岳父临终前的遗愿都嫌麻烦,可见人品之差,怎么可以担得起重任呢? 而我对岳父的精心照料,岳父都看在眼里,更是为了他一句话连夜赶路两个小时,只为了给他满一口肉吃。 岳父才在生命的最后选择了我,继承他的一波。 没错,岳父留给我的遗物,就是红烧肉的秘方。 我是靠着这个方子起的家,但更是靠着我的诚信,正直,用料实在,带颗热情,靠的是我的一颗真心。 就算岳父把秘方留给小舅子,他又懒又坏,只会糟蹋了好方子,哪里会像我这样发扬光大? 想必岳父也是看清了这一点,才把秘方交给我吧。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,拎不清的养女。 我靠捡破烂把养女养大,还给她准备了一百万的嫁妆。 她却求我不要参加她的婚礼,希望亲生父母替她主持。 妈,我知道这样对不起你,可是他们终究是我的亲生父母。 我还有一个弟弟,以后我在婆家受欺负了,娘家也有人给我撑腰了。 我看着养了二十二年的女儿,原来是个白眼狼呀。 妈,求求你成全我吧,这是我人生的重要时刻,我不想被人说三道四。 我默默把银行卡放回了包里,笑道,行啊,户口也一起赚了吧。 看来,我准备的嫁妆她不需要了,家里拆迁款也不用分到她身上了。 为什么要转户口? 我始终是你的女儿呀。 高家是书香门第,婚礼来的都是有身份、地位的人。 你剪破烂地坐在台上,大家肯定会看不起我的。 我也是想体面地把婚礼办完。 铃鱼抬起头看向我时,她的眼中满是泪花。 我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,我恨他们,可是血浓于水,我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,我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祝福,也包括他们。 妈,你从小最疼我了,求求你了,别让我丢人好吗? 她跪在我面前,哭得声泪俱下,但她眼中的金光却骗不了人。 我心口一疼,声音微颤地质问,所以你觉得我丢人。 铃鱼低着头,沉默了。 这一刻我确信了,我养了22年的女儿,把我对她的所有宠爱变成了利刃,扎在了我的身上,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。 本义是觉得我这个收破烂的养母丢人,想让她的亲生父母给她撑面子。 我甚至自嘲了一下,我捡破烂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,捡了一个女儿也是个垃圾。 她在寒冬腊月被人丢进了垃圾桶,我看到她时,已经奄奄一息,身上被各种虫类撕咬。 我把她捡回去后,帮她洗净身体,喂了米汤,没想到她活了过来。 孩子是被父母抛弃的可怜人,我是年轻丧夫的可怜人,两个可怜人相依为命正好。 我想过,孩子长大了,会不会嫌弃我是一个捡破烂的,然后飞走了,就不回来了。 我想过,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寻来,他会不会就头也不回地跟着亲生父母走了。 我想过的太多了,只是没想到都一一成真。 心中明了后,我随之一笑,要么我端坐高堂,光明正大地接受你的凤茶,要么你就把户口牵走,就当没有我这个妈。 我话音刚落,淋鱼就急了,尖声怒喊。 妈,你偏要这样逼我吗?偏要我来当这个不孝女吗? 我心中的怒火也一下燃起,一脚把她踹翻在地。 我把你养那么大,你凭什么嫌弃我丢人? 你没奶吃的时候,怎么不嫌弃我丢人? 你要交学费的时候,怎么不嫌弃我丢人? 你要嫁妆的时候,怎么不嫌弃我丢人? 怒骂声在院中回响,我气得整个人都在颤抖。 想来是我从来没打过淋鱼,她的目光中充满不可思议。 突然,院中冲进一男一女,女人急忙将她扶起。 男人凶神恶煞地对我怒骂,死婆娘,你凭什么打我女儿? 我认出了她们,是淋鱼的亲生的父母,张强和王小梅。 才捡到孩子那会儿,我挨家挨户地问谁家丢了孩子,寻求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。 费尽千辛万苦,才找到张强和王小梅,希望他们能把孩子接回去。 才开口,张强立马找了手臂粗的棍子,一棍子敲在了我的腿上,我疼得在地上打滚。 别抱着这小蹄子来处我家眉头。 我老婆要是下一胎再生女儿,我就弄死你。 王小梅插着腰,对着我破口大骂。 什么破烂玩意,赖上我们家了,自己捡的东西,自己养不活,想赖上我们家。 呸,不要脸的玩意,赶紧滚。 一路上,我疼得直不起腰,孩子静静地躺在背楼里,呼呼大睡。 我心中一横,左右不过是一个小孩,我灵真养了。 我直接抱着他去办了手续,办户口的是读书人,帮我想了一个鱼字。 鱼字好,光彩美玉,就叫淋鱼。 他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牙牙学语,叫了我一声妈妈。 我担起了为人父母的责任,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养育成人。 塑料瓶堆满了四季,废纸铺满了春秋。 而此刻,他用所谓的体面来嫌弃我丢人。 我宁愿他狠心地离去,也不想他虚假地叫我妈,心里却向往着另外一个世界。 张强拿起木棍准备冲向我,被鲫鱼拦住了。 鲫鱼看向我的目光,已经从不可思议转变成了恨意。 妈,你真的这样狠心? 我竟不知道这可笑的恨意从何而来。 我目光坚定地看着他,语气尽是冷漠。 没错,如果你选择你的亲生父母,那么我们就断绝关系。 今后你的一切都与我无关,尽快把户口牵走。 鲫鱼气地跺脚,开始指责我。 妈,你别老糊涂了,你就只有我一个女儿。 要是没有我,今后谁给你养老? 谁帮你抬关? 谁为你? 我立马打断了他的话。 我不需要,我就算饿死街头,也不会求你帮我收尸,要滚就赶紧滚。 我从决定要养她的那一刻,就没有想过她会回报我,只想她平平安安地长大,开开心心地生活。 王小梅插着腰不屑地说,你别给脸不要脸,我女儿愿意帮你养老,是你的福气,要是你不要,那就两清了。 张强也凶神恶煞地看着我,对,两清了,是你自己不要我女儿给你养老。 以后你要是赖上我女儿,别怪老子对你动手。 见我态度十分坚硬,淋鱼的态度反而软了下来。 妈,你别闹了行不行。 我亲爸是厂里的主管,亲妈是会计,他们主持我的婚礼再好不过了。 你都一把年纪了,计较那么多干嘛。 我冷笑道,哦,他们那么有本事,当初为什么弃养你呢? 淋鱼被赌得说不出话,而此刻我只想要她一个态度,选我还是选她的亲生父母。 这是我给她最后一次机会,如果她还是坚持她所谓的体面,那么我也拿得起放得下。 淋鱼目光冷漠地看着我,握着拳狠狠地说道,好,那就签户口。 手续办理得极快。 二十二年的养育之恩,只需要二十分钟就能断绝一切关系。 淋鱼改名叫了章鱼。 她的未婚夫高淑颜也来了。 高淑颜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,满脸苦笑。 我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,她一口没吃,就坐在位置上一言不发,嫌弃的表情十分明显。 我是过来人,知道她不是良人。 况且,我才把章鱼从大学供出来,希望她继续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深造,不用像我这样辛苦,也不想她早早就担起家庭的责任。 我劝解过,章鱼却坚定地认为这是改变她人生阶级的唯一途径,坚持要结婚。 或许是为了读书人的清誉,走流程的时候,高淑颜又一次询问了章鱼。 小鱼,这样做会不会让林仪心寒? 章鱼面带不耐地催促,快把资料交上去吧。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冥完不灵了。 放心吧,过一些日子,她会想通的。 毕竟,她只有我一个女儿,离不开我。 高淑颜看向我有些犹豫,最终还是把资料递上去了。 读书人在乎清誉也自命清高,我这样捡破烂的丈母娘,对她而言是极其不光彩的。 流程也走完了,你把我女儿的彩礼还回来吧。 王小梅心急地拦住了我的去路。 一周前,高家就把五十万彩礼打到了我的卡上。 高淑颜的爸妈都是知识分子,身份体面,我虽然是捡破烂的,这些年也赚了一些钱。 我本想着添五十万凑一个一百万的吉利数字给章鱼当嫁妆,如今也不需要了。 我看向章鱼问道,彩礼前妮准备给你的亲生父母。 章鱼点了点头,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,给他们理所应当。 张强和王小梅突然来认亲,对于彩礼十分看重,我估计多半是冲着彩礼来的。 然而章鱼却傻傻地以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亏欠她,来弥补她。 养你的时候,他们都不想养,如今你长大了,能赚钱了,他们就来认亲了,傻子也能看出这一家人的黑心肠。 张强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。 四婆娘,你不会想撕吞我女儿的彩礼吧? 你要是敢打主意,你信不信老子弄你? 我皱着眉与他们拉开距离,淡淡地开口。 彩礼我会原封不动地奉还,但是必须立好自聚。 章鱼的神情有些不耐烦,妈,你搞那么麻烦干什么,我还会不承认吗? 我当场就对她冷了脸。 闭嘴,我已经不是你妈了。 章鱼吃瘪的脸色不怎么好看。 王小梅和张强似乎很着急,当场就跑去借笔借纸。 签好自聚后,我们一起到了银行。 排队的时候,高淑妍又有些犹豫了。 小鱼,要不还是放林仪这里吧? 这笔钱我们要用来买房的,出不得意外。 高淑妍的父母虽然身份体面,但工资极低,很多钱都用来维持关系了。 他们把所有的积蓄加起来就五十万。 虽说是彩礼,但我知道也不过是走个流程。 当时双方父母见面吃饭的时候,高家就拐弯抹角说了很多次, 希望我明示里,要求我把钱返回去给两个孩子买房。 我一直就很疼爱章鱼,自然希望他结婚过得好, 所以表示我会把彩礼返还,并且还会加五十万给他做嫁妆, 也是为了让高家人不敢轻视章鱼。 至于现在他的亲生父母还不还,那我就说不准了。 章鱼却认定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定是疼爱他的, 于是他有些生气地推开了高淑妍的手。 你想什么呢?他们是我亲生爸妈, 我出嫁那天,他们会把钱交给我,我一起带走的。 我爸是厂里的主管,妈妈又是会计, 他们这些年多少有点积蓄,怎么可能会吞女儿的彩礼。 章鱼坚定的话,也让高淑妍无话可说。 既然他如此坚定,我又何必劝解,都是徒劳无功。 前转完后,我把流水单据复印了一份,递给了章鱼。 章鱼皱着眉头,看向我惊呼道,怎么只有五十万? 妈,你不是说给我添五十万吗? 我扑斥一声,笑了。 你又不是没有亲生父母,我凭什么给你添嫁妆? 章鱼却怒了。 你都那么大年纪了,你到底在闹什么? 我是你女儿,你不给我添给谁添? 我把流水单据放进包里,不懈地说,养女而已,辛辛苦苦养了你二十二年,没想到是个白眼狼。 章鱼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,咬紧牙关,死死地说道,你别后悔。 王小梅也附和道,对,你别后悔,你要是不给我女儿添嫁妆,你以后也别指望她给你养老。 随后又苦口婆心地对章鱼说,她一个捡破烂的怎么会有那么多钱? 为了装面子,瞎编的吧,现在断绝关系正好,免得以后成为你的负担。 章鱼也就没再纠结,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一路上,我连续拨通了很多电话。 酒店吗? 退了吧,违约金扣吧,麻烦了,我一会儿就来签字。 婚庆公司吧,暂时不需要了,女儿啊,突然去世了,黄金店吗? 打通黄金店电话后,我立马就挂断了。 黄金不退,黄金我自己带。 我的家是一个破旧的院子,尽管破旧,但是地段却极好。 昨天下午,我就收到了拆迁的消息。 章鱼一直忙着婚事,根本不会关心家里的事。 想着婚礼也没几天了,我索性就打算把拆迁的消息和准备的嫁妆一起给她。 谁想到闹了这一出,人到老年了,我也该活通透了,谁也靠不住,只能靠自己。 第二天,章鱼气冲冲跑来质问我时,我还在收拾家里的东西。 妈,你把酒店和婚庆全退了。 我今天过去准备,人家说查不到订单。 我坦然一笑,退了呀。 哦,对了,你的婚纱我也退了,跟拍什么的都退了。 章鱼气红了眼,为什么? 你有毒吧,还有三天就是我的婚期了。 你瞎掺和什么? 我倒是气笑了。 我瞎掺和。 你又不是我女儿,我凭什么花钱给你办婚礼。 再说了,要是真被我办了,你亲生父母不怕我贪分子钱。 我的话暗示意味明显,跟在身后的王小梅立马上前。 鱼儿,我和你爸给你办。 放心,我们一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的。 你是我们的宝贝女儿,我们亏欠你的全都不给你。 章鱼拉着王小梅的手。 妈,我知道你们心疼我,但是她凭什么把我的酒店和礼服都取消了? 她明显就是想报复我不让她参加婚礼。 我冷声道,就凭是我付的钱,我想取消就取消。 好啊,那你就别后悔。 我不后悔,来得正好,把这些垃圾全部带走吧。 我把章鱼留在家的东西全部装到了垃圾袋里面,包括她的一些奖状还有证书全部放在了一起。 王小梅看都没看一眼,一脸不屑地说道,一些垃圾而已,丢了吧,我女儿可不想沾上穷酸味。 章鱼却红了眼,急得把那些奖状全捡了起来。 这些都是我努力得来的,你凭什么丢掉?你到底想要干嘛? 我毫不客气地把东西全部扔到她面前。 那你就赶紧拿走,垃圾放在家里,我嫌晦气。 章鱼抱着东西,脸色难看。 看来我选择的没错,我和你没有血缘关系,你也不会真心对我好。 你养我不过是想贪我的彩礼,还好我提前看清了你的真面目,没有让你得逞。 我气得一巴掌扇在了她脸上,那你就滚呢,别来我家给我添堵。 章鱼捂着脸,红着眼眶,看向我的眼神全是恨意,随后放下狠话。 活该你年轻就死丈夫,死父母,全是你客死的,像你这样的女人活该孤家寡人。 她气冲冲地走了,这些话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。 说不难过是假的,但我又能怎么样? 我已经活到那么大岁数了,现在最不该亏欠的就是自己。 我去街道办咨询拆迁协议时,遇见了邻居刘姐。 她一脸八卦地走到我面前,真啊,你养女那个婚礼办的哦,丢死人了。 她拉着我巴拉巴拉地讲了一堆,又把朋友圈的视频点开给我看。 婚礼是在酒店举行的,酒店一般般,包括章鱼身上的婚纱,看着也没有之前是穿得精致。 婚礼现场来了不少人,本是一片祥和,喜气洋洋。 没想到一个喝醉的男人,举着酒杯,摇摇摆摆地站在桌子上。 我姐夫高淑妍,那叫一个牛,给了我姐五十万彩礼啊。 我妈转头就去给我买了一套房,我能成为人生赢家,全靠我姐夫。 来,姐夫我敬你一杯。 高淑妍的脸当场就黑了。 章鱼也蒙了,说话的语气都在发抖,你说爸妈把我的彩礼给你买房了。 男人打了一个酒格,笑道,对啊,我昨天去签的合同,姐,我也要谢谢你,你从小就被爸妈抛弃,还肯那么帮我。 你放心,要是以后高家有人敢欺负你,你和我说一声,我肯定给你撑腰。 高淑妍把章鱼拉到了一边,怎么回事,你不是说,你妈把彩礼给你了吗? 章鱼慌乱地去翻银行卡,对啊,给我了。 说着就开始绑卡,查银行卡的余额。 几分钟后,她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。 卡里没钱,等张强和王小梅赶到时,已经晚了,面对质问,他们反而理直气壮地说, 你是我们的女儿,彩礼不给爸妈给谁,怎么那么不懂事呢? 她是你弟弟,你现在不帮她,以后你在娘家谁帮你? 宾客都围着窃窃私语,高家人脸色阴沉得可怕。 刘姐收起手机,继续说道,她那父母是真的不是人呢,把彩礼收了就算了, 酒席也不付钱呢,偏要南方那边把女方的一起付了。 你那个养女,亏还是大学生呢,脑袋不行,家里都要拆迁了, 还跑去认什么亲生父母,最后把自己的婚礼闹成这样,好笑死了。 我又和她闲扯了几句,明白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高家耗面子,婚礼结束后就匆匆离场了,酒店钱也不结了。 张强和王小梅收了礼金钱,说什么也不肯付酒席钱, 还和酒店闹得不可开交,酒店直接报警了。 高家又丢不起人,折返回来把酒席钱付了,高淑颜也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我回家的时候,章鱼已经坐在家里,看样子是在等我。 我本想着马上要搬走了,索性也就不换索了。 章鱼一见到我进门,立马讨好的起身帮我倒茶。 妈,你回来了呀,吃饭了吗?要不我们出去吃。 我推开了它,我已经和你断绝关系了,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我家了。 章鱼的脸色有些不自然,不过还是讨好的笑道, 妈,我知道错了,你原谅我好不好。 见我不说话,它直接跪在我面前。 妈,我真的错了,我是好面子,我愚蠢,我是白眼狼。 我该死,你打我骂我都好,求你了,我以后只有你一个骂。 章鱼哭得有声有色,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斜眼打亮我的表情。 见我还是面无表情,它直接开始删自己,一边删一边骂。 妈,我错了,妈,我真的错了,我愿意用我今后的生命换你一生平安。 如果连你都不要我了,那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 我叹了一口气,将它扶起。 它眼中满是欣喜,妈,你原谅我了对吧? 我就知道,你不会抛弃我的。 章鱼猛地一下抱住我,我突然恍惚了。 就好像那年夏天,它拿到了数学竞赛一等奖。 小小的它拿着奖状,一边跑一边喊, 妈,我获奖了,一等奖。 妈,你快来看,它一路飞奔撞到我怀里,兴奋地,雀跃地抱住了我。 妈,一等奖,我可牛了,我是第一名。 如今它在将我抱住,没有温度,就好像它必须完成的任务。 章鱼当天晚上留了下来,入夜的时候,我听到嘻嘻嘶嘶嘶的声音。 是章鱼偷偷摸摸地溜入我的房间,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。 我啪哒一下,把灯打开了,它惊慌失措地跌坐在地上。 妈,你还没睡呢? 我冷眼看着它,别找了,我没钱。 章鱼愣了片刻,顾忌重施,跪到我面前。 妈,我求你了,把钱给我,好不好? 你当时说了,给我添五十万的嫁妆,你不会骗我的,对不对? 你肯定有钱。 其实下午的时候,我就看见了章鱼,她在门口打电话。 舒颜,是不是我拿回五十万? 高家就承认我这个儿媳妇。 我怎么知道他们拿钱给我弟买房了? 再说了,那是我弟,我能怎么办? 好了,别说了,我一定会把五十万拿回去的。 也许是情绪太激动,她根本没有发现我就在不远处看着她。 要是没有听到这段对话,她下跪求情的时候,我只不定会心软,因此原谅她。 养了二十二年的女儿,就算是小猫小狗,也舍不得送人,只是她真的让我寒心。 我说了我没钱,就算有,我凭什么给你呢? 你有自己的亲生父母,你去找他们要。 说着,我就把她往门外赶。 章鱼低着头,故作可怜,他们把我的彩礼钱拿去给我弟买房了。 哦,那关我什么事? 随后,她拉着我的裤脚哀求。 妈,如果我不把五十万拿回去,书颜会和我离婚的,求求你帮帮我,好不好? 我扯开了她的手,你应该去求一下你的亲生父母,那就卖掉房子呗。 对,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离婚吧。 章鱼愣了一会儿,随后摇头否决了这个提议。 我弟结婚也要房子,我这个做姐姐的帮他,以后他赚钱了会回报我的。 我顿时有些无语。 你简直无可救药,请你立刻滚出我家。 章鱼却起身死死地拉住我。 我不走,妈,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? 只见她继续不要脸地说道, 我亲生父母,以后要我弟养老,五十万就当是还他们的生恩了。 妈,只要你给我五十万,以后我给你养老,好不好? 我把户口签回来,以后生的孩子都给你带。 我和书颜会经常来看你的,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。 我一脸不可思议,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。 我强忍心中的不是,摆了摆手。 你走吧,五十万我没有,孩子我也不带,我养了你二十二年,你也别恩将仇报。 我认为自己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,谁知她开始奸生地哭喊。 你要逼死我吗? 我已经很惨了,从小被父母抛弃,婚礼也被闹成这样,被婆家扫地出门。 你到底有没有心疼过我? 她的这些话传到我耳边,我再也忍不住了。 我伸手拿起了门边的扫把,对着她就开打,好几棍都狠狠打在她身上。 章鱼,你可以说全世界都欠你的,唯独不能说我,我没有义务把你养大,你要是再不走,我就报警了。 被我打了几棍后,她疼得跑到门外。 章鱼看向我的眼神,无比怨恨,用袖子抹了抹眼泪和鼻涕。 好,我走,我就不该来求你,你永远失去我这个女儿了。 章鱼走后,我在床边沉思了很久。 她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呢? 从她上大学开始,除了要钱,就没有打过别的电话。 不不不,应该是从高三那年,我收完废品后接到班主任的电话,说她病了。 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学校时,全身脏乱,十分狼狈。 同学的议论声在耳边响起, 这是鲤鱼妈妈呀。 看起来她家好穷呀。 对呀,以后我们多帮助一下她。 我顾布的议论声,慌忙地查看她的病情,准备背她去医院。 拉住她手的那一刻,她推开了我。 你为什么要来学校? 你走呀,你回家。 她哭着跑开了,留下了不知所措的我。 我心里知道我给她丢人了。 从那天起,她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学习,我有时候心疼她,让她休息一会儿。 她低声道,休息。 我配休息吗? 我可不想长大了和你一样捡垃圾。 想到往事,我鼻子突然一酸,一滴泪从脸颊划过。 人总不能停留过去,或许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放开它,而是放开自己。 想通后,我就开始到处看房,用这些年的积蓄全款买下一套小居室。 房子是二手房,装修都还很新,我可以直接入住。 在此期间,章鱼不知道从哪得知拆迁的事,一直给我发消息。 妈,家里被拆迁了,你怎么不和我说? 妈,你怎么搬走了? 你现在住哪儿? 我来找你。 看到消息回复一下。 妈,你别太过分,你真的要逼我吗? 我直接把他拉黑,一条消息都没有回复。 我订好了旅游团,可是在出发途中,我在车站被抓了。 就是这个女人,她偷了我们的女儿,她还想跑,快把她抓起来。 我面前突然出现了很多高大的男人,他们对我亮出正见。 林真女士对吧? 有人举报你偷小孩。 警局里坐着章鱼、章强、还有王小梅。 王小梅一改往日的泼妇样,柔弱地开口,警察同志。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坏女人抓起来,她偷走我们女儿二十多年啊,毁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。 章强也附和,对,当年我们的孩子才出生,就被偷走了。 我老婆眼睛都要哭瞎了,一定不能放过这个女人。 我看向章鱼,她一副受害者的模样。 于是我质问道,你也觉得是我偷走了你。 我,章鱼不敢直视我的眼睛,吞吞吐吐地说道,我不知道,我只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,过正常的生活。 被单独审问时,我把当年的事情一五一时地全说了出来。 事情的真相哪里是他们一番表演就能定性。 一切都要拿出证据。 当年我被章强打时,有出警记录。 记录里,张强夫妇不肯承认孩子是自己的,而我的的确确是在垃圾堆里捡到了小孩,并且收养得手续齐全。 我偷小孩的罪名根本不可能成立。 王小梅没想到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,在警察局又哭又闹。 见我要走,他直接拉住了我。 你偷了我女儿,既然你不用坐牢了,那你就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。 王强也走过来说道,对,赔钱,把你的拆迁款赔给我们。 提到拆迁款,我才反应过来了,原来他们闹这一出都是为了拆迁款。 章鱼上前想拉住我的手,我却退后一步躲开了。 妈,家里拆迁那么大的事你也不说,我当时年纪小,根本不记得那些事了。 不管怎么样,因为你让我和亲生父母分离了那么久,你也该给我们补偿。 我深吸一口气,平复情绪。 我没听错吧,你是说我养了你二十多年,我还要给你的亲生父母赔钱。 章鱼点了点头,没错,要不是我爸妈生下我,你也不可能有女儿,你把拆迁款给他们作为补偿也是应该的。 我气笑了,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复。 章鱼撒娇道,妈,你拆迁款分了那么多钱,你拿二十万出来给我爸妈,然后再给我补五十万的嫁妆,那我就把户口签回来,以后只孝顺你。 王小梅附和道,对,我们以后就不让她给我们养老了,只要你给我们钱,我们就把女儿还给你。 我直接当场就鼓掌了,章鱼还以为我同意了。 妈,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 我一巴掌狠狠地直接甩在她脸上,一字一句地说道,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,如果你们一家再来纠缠我,我一定会报警。 我快不离开,现场只剩下他们错愕的表情。 旅行错过了,我又在家里休息了几天,抽空回老房子拿了东西。 我还没开锁,刘姐就跑过来拉住了我。 真啊,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,我儿子说你被网报了。 我一脸疑惑,随后刘姐把我带回了她家,我在她儿子口中得知了来龙去脉。 章鱼在网上开直播说自己身世凄惨,养母拿了自己的彩礼就不要自己了,还拿着拆迁款逍遥快活。 她扭曲事实,引起了大批网友的同情。 天哪,没钱的时候就让女儿养老,有钱了就自己潇洒,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。 我妈也是拆迁款只给儿子,我就像不是她女儿一样,以后她生病了,我也不会管。 养母吗?还拿了彩礼。 那你快去查一下当初是不是被拐卖了。 张强夫妇紧跟热点,立马在网上颠倒黑白,说我偷了他们女儿,让他们一家人分离那么多年。 话题一下就冲上了热搜,就连高淑妍也来支持。 这是我老婆,我家拿了五十万的彩礼,最后一分没带回来,凭什么好人就该饱受折磨,坏人却要逍遥法外。 高淑妍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,刘姨的儿子示意我接,并且录了视频。 林姨,一开始我以为你是一个好人,没想到你居然做出这种事,你应该对小鱼做出补偿。 电话里还有章鱼的声音,如果你愿意把拆迁款拿给我们,这件事我们就不计较了,以后我和书妍会把你当亲妈一样孝敬。 如果你还是这样固执,我就让你下半辈子都不得安宁,让你不得好死。 我气得直接把电话挂了。 他们以为我真的老了,不玩互联网,觉得我害怕丢人,想用这样的方式逼我拿出拆迁款。 不好意思,我年纪是大了,但是我不蠢。 刘姨的儿子从小和章鱼一起长大,我对章鱼怎么样,他一清二楚。 发生了这样的时候,他也觉得很无语,于是帮我出谋划策拍了视频。 视频里,我把自己的领养手续全部发了出来,包括当初的字句和转账流水。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快就公之于众,还放出了高书岩和林渝的通话记录的视频。 还是有很多网友不相信,我直接联系了官方,报警立案。 因为之前处理过这个案子,各种证据齐全,所以官方的声明很快就发了出来。 也就一天的时间,网友的三观彻底颠覆,舆论也彻底翻转。 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这样的白眼狼女儿。 别太离谱。 是白眼狗好吧,养了那么多年,亲生父母一换他就回去了。 可怜养母,操劳二十多年,狼心狗肺的东西,报应虽迟必到。 章鱼的直播间立马被封了,当场被警方带走调查。 因为舆论扩散的不是很广,并且及时阻断了,所以只能对章鱼一家进行拘留和批评教育,并且要求他们在网上发布道歉声明。 我唯一的诉求就是,希望他们一家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 他们出现一次,我就报警一次。 他们被拘留期间,我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。 我现在也不用收破烂了,我可以去旅游,去做手工,去插花,去购物,我还学会了网上冲浪。 没想到在网上看见张强和王小梅的消息,两人上了本地热搜。 两人被拘留后,厂里迅速安排了其他人,接手了他们的工作。 他们所在的厂里,资金出现了问题,查账的时候发现钱少了一百多万。 追查下来的结果是,王小梅做了假账,联合张强偷了厂里的钱。 一部分张强用来还了赌债,一部分给自己的儿子买房了。 张强戴着手铐在视频里自诉,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 一开始,我们只是弄一点小钱。 没人发现,后来胆子大了就越挪越多,金额太大了,我们实在是填不上了。 我们得知,亲生女儿的彩礼有五十万,于是找回了亲生女儿,想用她的彩礼填补窟窿。 王小梅也吞吐地说,后来发现女儿嫁得人家不错,我们就用彩礼给儿子买了房,想着以后再找女儿要钱,慢慢把窟窿填满。 我们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,要怪就怪林真那个女人。 如果她肯拿出拆迁款,就没事了。 这件事在网上掀起了一番热搜,大家立马把之前他们直播又翻了出来,整件事情水落石出。 白眼狼养女得不偿失。 白眼狼养女的报应,各类话题被冲上热搜,很多大博主站出来为我发声。 张强和王小梅进去了,判刑的那天,我正在度假村喝着花茶,悠闲地听渔州畅晚。 后来刘姐问我在哪里度假,她也收到了拆迁款,要和我一起享受生活。 三天后,刘姐就找到了我,此时的刘姐穿上花裙子,戴着墨镜,烫了一个波浪头,看着好不洋气。 见到我时,她眼睛都直了。 不得了,不得了,这还是我们真真吗? 我以为是那个大明星呢。 这一段时间,我不但改变了自己的衣品,还开始护肤打扮了,再加上心态好,我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多。 我此刻穿着精致旗袍,用木簪挽起了头发,十分优雅大气。 刘姐把我倒得查一饮而尽,你那个养女没来找你吧? 我如实回答,给我发过消息。 章鱼的确给我发过很多消息,无非是求我原谅,然后找我要钱,我都没有回复,她也就没有再发了。 刘姐偷偷摸摸地贴近我的耳朵说道,她进去了。 我十分诧异,进去了。 原来张强和王小梅进去后,他们儿子张宝的房子被挂来拍卖还债了。 张宝从小就是依来伸手,饭来张口的主,根本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,就赖上了章鱼。 而章鱼被全网骂后,被公司辞退,高舒颜和她提出了离婚。 刘姐立马打开手机录下的视频,当时离婚闹得可难看,你看。 视频里,章鱼跪着求高舒颜不要离婚。 高舒颜却一脸嫌弃,当初看上你,不过是觉得你是学霸,取到你很有面子, 现在你真的好丢人,别缠着我了,行不行。 张鱼满脸不可置信,哭着摇头。 舒颜,你是爱我的,对不对?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,你不能抛弃我。 高舒颜一脚就把她踢开了,为了我。 算了吧,你还不是看上了我家的体面? 比起你做的那些事,我做的可不算恶毒,毕竟你连养了你二十多年的养母都能诋毁, 还有什么恶毒的事是你做不出来的。 章鱼愣住了。 章鱼,我可以嫌弃你养母不体面,为什么不能嫌弃你不体面? 如果你不离婚,就把五十万还回来。 高舒颜说完后,绝情地走了,章鱼嚎啕大哭,哭得撕心裂肺。 看了视频后,我心中平静如水,只当是看了一个笑话。 我还是有些疑惑,怎么就进去了? 刘姐拍了拍大腿继续说道,因为张宝呀,他亲弟弟,混是魔王,天天找他要钱。 说实话,章鱼学习方面的确有能力,和高舒颜离婚后,又重新找了一个工作, 张宝隔三差五就去他们公司闹,谁受得了,不是要钱就是还债的。 据说好几次,章鱼都是带着商上班的,是张宝打的。 有一次,直接在公司拿烟灰缸,把章鱼的头都砸开花了。 过一段时间,就听说他往张宝的饭里放了滴滴味,给堵死了,就进去了。 听完后,我倒吸一口凉气,不过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,我如今毫无挂念,只想在往后的岁月中,无愧自己。 好几个月后,我接到了一通电话,妈,我可能要死了。 电话里的声音抽搐着,语气十分无措。 我愣了片刻后,冷冷地说道,你打错了。 说完我果断挂断了电话。 又过了半个月,我收到一封信,上面写的是遗书,章鱼留下的。 妈,对不起,下辈子选我做女儿,好吗? 此刻,湖边的风吹乱了我的头发,落日的余晖散在湖面上,波光淋淋。 我撕掉了这封信,让它随风而去。 我不谈往生,只念当下。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,过节回老家,我谎称被裁了,却没吃上一顿热乎饭,我直接买票走人。 多年来,我一直独自在大城市里为生活而奋斗,即使结婚后,也坚守着每个月给家人寄钱的承诺。 此外,我还多次在经济上资助哥哥一家,全然不计较回报。 然而,当我在假期回到娘家时,告诉嫂子我被公司裁员了。 出乎意料的是,这个谎言让我在家两天没吃不上一顿热乎的饭菜。 陶家家自述,我是陶家家,孤身一人在距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城市打拼。 大学时,我就读于省会城市,大学四年级时,我恋爱了。 毕业后,我依然跟随着男友去了他的所在的城市。 凭自己的能力和专业知识,我成功进入了一家上市公司。 刚进公司时,我的薪水并不高,每月只有七八千块,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,租房和生活费用几乎占去了三分之二的收入。 我几乎没有多余的钱买新衣服和其他消费。 好在,我们两人都很努力工作,也都逐渐被公司赏识和认可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在公司的地位和薪水也有了显著提升。 在结婚时,我们拿出了全部的存款,在公公婆婆的帮助下,购买了一套小房子,但每月要还两万元的房贷。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,我有一个哥哥,在家务农。 当我考上大学时,母亲嘱咐我,希望我以后生活好了,能帮哥哥一把。 因为她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我,自己在家挣钱供我上学。 我郑重承诺,一旦我生活好了,绝对不会亏待哥哥。 母亲听后也松了口气。 自我踏上工作岗位后,我就承担了父母的每个月的生活费。 即使刚刚参加工作时,我的薪水不高,但我每月都会往家里寄钱, 以供养父母。 随着我的职务提升,工资不断增加,我再也没有让父母为生活发过愁。 当时,父母五十多岁,而父亲还在当地一家工厂做保安, 每月只有两千六百块的工资。 自从我参加工作后,我就想让父亲辞去工作,回家养老。 父亲的身体状况一直好,他雷弱的身体让我很担心。 尽管看门工作相对轻松,但经常需要熬夜,这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。 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母,我说,爸爸,你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, 现在我有了工作开始赚钱了,就让女儿来照顾你们吧。 我结婚时,我没有要求任何嫁妆。 我们家有众多亲戚,五个舅舅,四个姨妈,他们送了大笔礼金。 按照当地的风俗,这些礼金通常都被视为嫁妆带到新娘的新嫁。 然而,我一分未要,全部都留在了我爸妈。 当我有了儿子后,我曾考虑请母亲前来照顾孩子,因为在大城市中请个保姆,费用非常高。 但母亲告诉我,她需要照顾她的二孙子。 尽管嫂子在家可以照顾孩子,但母亲还是希望她自己带。 虽然我婆婆和我住在同一个城市,但我们相隔二百公里。 理论上,她可以前来帮助照看孩子,但由于我丈夫的奶奶已年过九旬,需要有人时刻陪伴,她无法脱身。 面对这种情况,我们别无选择,只能把孩子送到公公婆婆家,让他们来照顾。 我非常感激公公婆婆的无私付出。 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退休金,但我和丈夫仍然决定每月再给我娘家汇两千块钱时,同样也每月给公公婆婆两千块钱,以确保两家父母平等对待。 尽管我们给公公婆婆的钱,他们每次都没要,他们还会在孩子生日和春节时给孩子大打红包。 我和丈夫之间有了共识,认为我作为远嫁的女儿不能在床前尽孝,就应该在物质方谋,承担更多责任。 这种理解让我感到温暖,从未觉得为家人付出是包袱。 母亲有时会向我要钱帮助哥哥家,我也总是毫不迟疑地答应,毕竟我们是亲兄妹,她在过去也帮助我不少。 上大学时,她经常给我寄来几百块钱,让我改善生活。 每学期寒暑假结束时,哥哥都会骑摩托车把我送到镇上的车站,临走时,她总会把身上的零钱一股脑地都塞到我的手里,让我在路上用。 在过去几年里,每次我回老家,我都会选择坐高铁回去。 哥哥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,她买了一辆车,所以每次下了高铁,都能看见她在车站外等着我们。 我从未忘记哥哥对我的好,他有什么困难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帮他。 然而,母亲却突然提出哥哥要见蔬菜大棚,打算向我们借五万元,我感到有些为难。 我没有立刻答应,告诉母亲我需要和丈夫商量一下。 丈夫建议说,既然是妈妈提的,不如咱们直接送给他们二万元。 我觉得两万元也不少了。 于是我把两万元转给嫂子时,她立刻接受了,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,谢谢妹妹,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 仿佛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。 虽然我并不是期望听到感谢的话,但我感到有些不对劲。 嫂子似乎勉强地说了一句谢谢,而这毕竟是我给她的两万元。 我决定给哥哥打电话,了解一下有关建蔬菜大棚的事情。 哥哥还是那样实在,她说,妹啊,哥知道你们也不容易,尽管你的收入高,但你们的开销大。 你嫂子和妈妈商量时,原本打算向你要五万元,但我觉得这太过分了。 毕竟妹妹一个月也挣不了五万元,你能给我们两万元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 妹妹,你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。 将来哥哥见蔬菜大棚赚钱了,我一定会把这两万还给你,这不是一笔小数目。 哥哥的话让我感到格外温馨。 她一直像小时候一样对我好,从未改变。 我对哥哥说,哥,你放心吧,这两万元是我送给你们的,我不用你还给我。 哥哥的话让我明白原来是嫂子想要五万元,难怪她显得那么勉强。 这让我心情好了许多,或许有些女人更看重自己的娘家,以至于在给亲戚钱时会瞒着丈夫。 但我的观念不同,我认为我们夫妻共同努力工作赚来的钱,每一分我给亲戚的钱都会和丈夫商量。 我马上把这是告诉了丈夫,说我给嫂子两万元,她居然还觉得不够,这让我感到不舒服。 说实话,这些年来,我已毫无保留地帮哥哥很多,只要他们有需要,我就猫不犹豫地帮。 现在他们要见蔬菜大棚,嫂子就想我再帮他们五万。 将来,侄子可能会购房,订婚,结婚,嫂子可能还会向我要更多的钱。 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扰,如果我一直这样帮助亲戚,那我们自己的日子还能好好过吗? 五一假期快要到了,去年春节因为公司的加班,我没有回娘家。 我非常渴望回家一趟,毕竟我也很想念家人。 丈夫也想回婆婆家,于是我们决定分头行动,她带着儿子回婆婆家。 现在出行的交通真是便利,即使离家乡一千多公里,坐上高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。 高铁站在市郊,距离我家还有一百多公里,哥哥骑着摩托车赶来接我。 我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,看到哥哥的头发花白了,衣服有些脏,哥哥告诉我他正在大棚里采摘西红柿,接到我的电话后衣服都没换,直接过来了。 我还是很心疼哥哥,哥哥的生活相当不易。 他要养活两个儿子,而他们都准备帮他们买房子。 哥哥就靠蔬菜大棚的种植,早出晚归,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。 突然间,我感到一阵酸楚,悄悄地给哥哥赚了一千块钱。 我拿过哥哥的手机,帮他完成了转账,但哥哥却说,妹妹,你也不容易,以后不要再大手大脚花钱了。 你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,你们还要在大城市里购房,生活的压力很大,你也要好好攒点钱。 哥哥的话,让我眼眶湿润了,还是哥哥了解我呀。 说实话,尽管我们生活在大城市,但很少愿意为自己花钱,总觉得如果省下一些,就可以多帮助家人。 回到家后,母亲和嫂子正在忙着准备饭菜。 母亲在院子里支起了一个大铁锅,正在炖一只大公鸡。 母亲说,闺女啊,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吃鸡肉,你父亲把我们养了三年的大公鸡给你炖了,你在大城市里可吃不到我们自家养的鸡啊。 我喝了口水,稍事休息,打算帮母亲做饭。 这时,嫂子说,妹妹,你好不容易回来,去看看我们的蔬菜大棚吧,顺便帮我们采摘一些西红柿。 采完以后,我们再一起回来吃饭。 于是,我和嫂子一起前往大棚。 一进大棚,哥哥递给我一个熟透的西红柿,我咬了一口,酸酸甜甜的味道让我感到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 我咸熟地摘下西红柿,这些农活我以前可是没少干过。 在我上大学之前,我们家一直有个菜园,虽然那时是露天的,但我常常帮忙摘西红柿和黄瓜。 我们一边摘这西红柿,一边闲聊。 嫂子问起我的现在的工作情况,然后详细地询问我每月收入。 突然,嫂子的问题让我感到一丝不安,她为什么突然收入这么感兴趣? 我想了想,然后面不露声色回答, 嫂子,我现在的收入现在无法合一比。 我们公司最近两年效益不好,进行了减员增效。 刚过完年,我也被裁了,现在刚刚找了一份工作,每月只有四五千块。 说完这番话,我看嫂子的表情,她正在摘西红柿,突然停下来,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。 急切地问我,妹妹,这是真的? 以前从没听你说过呀? 我回答,嫂子,这些事情怎么可能说假话呢? 我早就想告诉你们,但怕他们担心,所以一直没说。 嫂子好长时间没有说话,在那专心摘西红柿,不过,哥哥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。 他说,妹妹啊,你被下岗了,光靠妹夫一个人的赚钱,你们的生活肯定很紧张,毕竟你们还有那么高的房贷要还。 以后,每月给父母的两千块钱生活费就不用再给了。 我们现在经济状况还不错,也应该轮到我来孝顺父母了。 这些年多亏了你,平时我就算给钱,他们也从来都不要。 我急忙回应道,哥,你不用担心,我会和以往一样地孝敬父母。 我们把三轮车装满了西红柿,我早已累得筋疲力尽,肚子也咕咕叫了。 回到家时,已是下午两点多,哥哥和父亲又去了菜市场卖西红柿去了。 我刚一踏入家门,母亲便责怪我们回晚了,说烧的菜都凉了。 我抓了个馒头,先吃了两口甜肚子。 母亲则说,别急,等会儿我热一下菜。 然而,嫂子却插话说,不用热了,量着吃也行。 她悄悄拉了母亲一下,两人互相传递了一个眼神,然后一起去了厨房。 我鸡肠碌碌,只好匆匆吃了一半的馒头,加了几口凉菜。 通常情况下,我胃不太适应吃凉的食物,但那时实在是太饿了, 只好多喝了些热水,试图让胃稍微舒服下来。 当我准备去叫母亲和嫂子一起吃饭时,不小心听到了他们在厨房里低声交谈。 我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。 嫂子小声说,妈,不要再做热菜了,我心里很烦。 你知道吗? 妹妹她被公司裁掉了,虽然她后来找到了一份工作,但一个月只能挣几千块,她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了。 我君君不是想买房子吗? 我还想让这个姑姑多帮一点,谁知道在这个结果眼上,她下岗了,这下指望不上了。 听到嫂子的话,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。 我之前所编造的被裁员的故事,居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侄子想要购房,嫂子却指望让我多出点钱。 在吃饭的时候,母亲也询问了我关于被裁员的情况。 我回答,妈,你不必太担心。 以后我还会像以前一样照顾你们,尽管我离家很远,无法经常在你们身边孝敬,但你和父亲的生活费用我会全额承担的。 然而,当我注视着母亲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之色时,我感到内心的不确定。 我不知道她是否为我的生活感到担忧,还是因为我无法帮助侄子买房而感到不满。 嫂子的表情一直阴郁,她似乎不愿意与我多交流。 晚饭时,她摆出了中午的剩菜,我只是随意地吃了几口。 夜幕降临,家里的人都已入睡,我独自一人来到院子里。 一轮明月挂在天上,我仰望着星空,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。 千里迢迢回到家,原本是为了感受亲情的温暖,却因一时的虚构裁员谎言而受到如此冷淡对待。 两顿冷冷清清的饭后,我的胃开始隐隐作痛。 尽管这里依然是我曾经的家,院子依然如故,墙上还挂着我小时候用毛笔写下的大字,但家庭的温暖已经消失不见。 那个晚上,我做出了一个决定,决定提前结束我的回家之旅。 我立刻购买了回城的高铁车票。 清晨六点多,我起床开始帮母亲打扫卫生,洗床单和备照,尽管内心感到沮丧,但我还是尽力帮忙。 当我完成了家务,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,家里的人都去哥哥的菜园帮忙去了。 我匆匆吃了几口剩饭。 中午,母亲回来看到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箱,惊讶地问,不是说要在家里住四天吗? 为什么提前离开了? 我回答,没什么事,只是回来看看。 哥哥送我去高铁站,他满脸不舍地说,妹妹,我知道你心情不好,回去好好照顾自己,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。 哥哥的话让我热泪盈眶,差点告诉他我并没有被裁员,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保持沉默。 坐在飞速行驶的列车上,我的心情起伏不定,难以平静。 这次回家,我携带了两万元的现金,最初打算为父母留下,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,没有拿出来。 未来,我仍然会以孝顺父母为首要任务,默默地支持哥哥,但我不再过分地拘泥于节俭。 在家庭关系中,和睦和亲情才是最重要的。 我们都应该明白,无论金钱多寡,都是来之不易的。 当别人为你付出时,应该怀着感恩之心,珍惜这份情意。 知足常乐。 知足常乐。 中文字幕——YK